侍奉者其實就算是基督徒也一樣 如果我們的生命和心態有問題 我們的侍奉可以是枉延、草木和佳、全部燒光 甚至有些更離譜就是神喜悅 因為他的目的不好的時候更加是神喜悅 所以我們很小心 我們與神的關係和心態都是正確的 我們這次就講到自己的問題 其中一個問題就是 體重恩賜過於神 輕看恩賜少的 有時人會覺得很追求恩賜 那個人有很大的恩賜 或者我恩賜不夠 或者很體重某些人有的恩賜 那時候也有問題 因為他不是體重生命 例如有一個人恩賜少是否他的生命不重要 不是 而是他本身每一個人都是寶貴的 所以我們體重每一個人不是因為他恩賜有多大又多小 但人有時會覺得很追求恩賜 有時有些人會說 有些人會說你將來會有很大的恩賜 他就會很開心 耶穌也說過 曾經門徒說 我們現在奉你的命可以趕鬼 耶穌說你不要為這件事最開心 你最開心你的命記落在天上 即是說我們與神的關係是我們最歡喜的 當我們愛神 神一定將恩賜給我們的 恩賜不是一個困難 恩賜是神一定給我們的 歌文多禅書四端七節 我們一起讀 使你與人不同的是誰 你有什麽不是領袖的 若是領袖的 為何自誇 彷彿不是領袖的 就是我們每一個人 我們有的恩賜 我們有與人不同的地方 神給我們的能力 其實這些一切都不能誇要的 有誰令到我們不同 與人不同 是神令我們不同 所以最重要就是 就算一個很有恩賜 以及侍奉很強的人 都在神面前說 神這些一切是你的工作 是你給我的 當他一驕傲的時候 可以神將他拿走 以及他做的是草木和佳 即是有時大教會的牧師 不是一定神起了他做的事 那我又不反對人家有大的教會 不過我們要體重與神的關係 以及我們的心是清潔的 這樣的人就是他體重能力 或者表現多於體重神 以及別人 人人都是很重要的 另一個問題 很多時候人都會有的 事奉或不是事奉 容易有情緒或是負面的 譬如說 那些人沒有做到事 哇!很猛 有些事奉的人遲到 遲到是不應該的 但是當他遲到的時候 其他人又猛 都是半島人的 有不好的見證 因為他心裡急躁 急躁的時候 他就會容易猛 所以我們都學習 處理生命 處理情緒 有任何事發生 其實我們猛又沒用 猛反而會破壞關係 猛也會有個不好的見證 也猛的時候我們自己有罪 詩篇三十七篇第八節 當止住怒氣 利氣憤怒 不要心惟不平 以致作惡 那為何人會猛呢 就是因為不能夠處理情緒 不能夠接受人有罪 即是覺得 很多事情覺得不公平 不如意 做得不好的時候 他就有負面的情緒 我們靠耶穌就說 神會處理的 我做好我的本分 我就輕省去處理 那我不用急 如果真的有人有問題 我們是應該處理的 不過不是用猛的方法 我不是說不應該處理 是需要處理的 他做的錯是要處理 但是不需要用猛的方法 這都是我們在侍奉的時候 留意一下 上星期就說到 跟神和人的關係 今次說到處理內心 所以侍奉的人很重要 就是內心平穩安靜 還有有時缺乏愛心和良善 沒有一種祝福的心態 我用一個例子 有時我們小組 小組有人分享他的問題 當分享的時候 我發現一個現象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就是有些人開始不耐煩 他講得很久 他有很多問題 沒有興趣聽 有些人說他講過很多次 所以他煩了 但有些人不只是說很多次 第一次說 他沒有興趣 因為他只是想說他自己的事 那時候他就對人沒有關心 沒有愛心 沒有一種善良的心去祝福人 盧家夫人6章45節 一起讀 善人從他心裡所傳的善 就發出善來 惡人從他心裡所傳的惡 就發出惡來 因為心裡所充滿的口裡 就傳出來 即是一個人 我又加多一兩句 猛人從他心裡所傳的 猛就發出猛來 即是他猛症 有些什麼呢 他就會猛症 一個煩的人 從他心裡所傳的煩 就發出煩惱 即是說 他心裡傳的什麼 就會走出來 所以我們就說 神啊幫助我們 經常看到人 我們想祝福他 幫助他 當然 有些時候是需要去 引導他 給他知罪的 亦都有時需要督習的 不過就是 用一個 柔和和適合他的方法 去帶領他 好了 另外就是 有些人的 侍奉 就是沒有信心 覺得沒有什麼果效 做不到什麼出來的 其實任何一個人 只要我們願意 都可以為神做到事 譬如說 我們相信 我們傳福音 就算他不信 我們的說話可以影響他的 第二就是 譬如有些人作見證 他又沒有信心 我覺得 我作見證都沒有人喜歡聽 但是當他有信心 說的時候是很不同的 他有信心說的時候 是會影響人更多的 他有信心是很不同的 就不是說 我都是做不到事的了 其實每一個基督徒 我見過有些好像很軟弱 或者是年紀大的基督徒 但是他有信心 他一說的話 人們聽到都會被激勵 他又不是特別有恩賜 只是他因為有相信神的大一 馬國書一章六節 只要憑著信心 靠一點不疑話 因為能疑話的人 就像海中的波浪 被風吹動翻逃 其實因為神會用我們的話語 聖經說到 他的話語必不徒然返回 必定成就神派他出去要做的事 神的話語是有能力的 所以我們就有信心 因為如果沒有信心的人 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風吹動翻逃 如果沒有信心的人會怎樣 又被人罵 哎呀死定了 哎呀人家不喜歡我了 我做的事沒有用 其實我們每個人做的事 為神做 真心做都有用的 你跟隔壁都說 我們為神做 任何一件事真心做 都是有用的 是呀 任何一個小事 就算你擔憎 你存了一個心 我去祝福教會 我去擔憎 神都會歡喜 你關心人 你問候人 神都會歡喜 這樣的時候 就會做得開心 還有有信心 但如果經常都說 我做得不夠好 那就會害怕 自己的害怕 令到自己不夠膽 有一天我們每個人都要奸將 我想問大家 但你的侍奉 你覺得 是否真的發揮到你的生命 你真的有沒有用呢 有沒有真的去侍奉呢 很多人就說 我不敢侍奉 因為我覺得自己做不到事 就是信心 就是我做的沒有用 結果有一天去到神前 神是你 你有什麼獻給我 沒有什麼 因為我覺得我做的沒有用 那時候神會說 算了 你沒有信心 就忍耐了 是這麼多 神會不會這樣說呢 神會 神會說 其實你可以做 是你自己害怕的 你自己沒有信心 你有信心的時候 你是可以為神做大事 我都有真水 他是我的真水 我有真水 在我的袋子裡 法太二五章有一節一起讀 你寫有良善 有忠心的福音 就是當你真心有良善的心 就是在外面的瓶 在袋子的外面 在你的椅子那裡 即是說良善的心 良善的心就是 一個心就是 我是善良的 我見到人就想祝福 大家會不會不想這樣 見到人我就想祝福 但很多人又說 我沒有信心我做不到 但其實就算我們招呼他 關心他 他都會歡喜 即是任何一個小善 我們幫一個人 關心他 為他祷告 有些甚麼可以為你祷告 他都會歡喜 那已經是侍奉神了 有一個善良的心 由忠心去做可以做的 當然我們不是停在這裏 即是這裏每一個人 都可以侍奉的 有多少個相信 你可以侍奉他的心 有少少人 有少少人不敢舉手 有些尷尬的感覺 其實我希望大家有這個信心 我只是有一個心 我想祝福人 我就可以做到 不用大 不用一定要做大的 少少 你做了一個小子生存 所以耶穌說 一杯涼水給一個小子 都不能不得上次 是吧 所以不是要偉大的才能侍奉到 有很多教會是怎樣的 牧師傳道組長就做到事 其他人是聽到 聽不到回家 不知道做不做到 那時候是失去了很多機會 因為聖經說 有一天我們要交账 我們所有做的事要在神面前 去測試 是用火來測試 是金銀保釋這個寵物王階 還有 在馬太25章是說到 世界每日的比喻 第二和第三個 第二個比喻就是 神給你的恩赦會用到 有些人說 埋藏在地裡有些人說 我埋藏在地裡 因為我害怕 我不敢做 那神就 那個真是沒有做 完全沒有做 是趕在外面黑暗裡面 哀哭設子 然後第三個比喻就是 那些三個比喻就是 講到綿羊山羊 那些山羊沒有做在一個小子身上 沒有做在耶穌身上 做在一個小子身上 那老是說的是我的小子 在我的弟兄身上 就是做了一個 耶穌的弟兄身上 就是做在基督徒身上 或者我們想大人信耶穌 要幫助祂的 就是做在祂身上 耶穌就紀念了 我希望大家都說 我每一個都可以去做的 就不要說 我未夠資格 我不夠好 我沒有信心 我沒有力 而是說我可以做的 你和教徒都說 你可以侍奉主的 你可以做一個良善又忠心的仆人的 良善就是心裡善良 經常都想祝福人 見到人就想祝福人 有些人回到教會 因為他缺乏安全感 他最想找誰是朋友 馬上找他聊天 他回到教會的活動 就是找那些朋友聊天 他不會說 那個人我未認識 去關心一下他 有些甚麼我可以為他討告 或者認識他 將來慢慢了解他 為他討告 關心他 為他討告不一定按手祈禱 就是我私下有些甚麼我可以為你祈禱的 是每一個人都可以做的 是不是可以做的 每個人都可以做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 個個 今天開始 福事主 好嗎 好 個個都開始 福事主 這樣將來 耶穌就說 你是有良善 有忠心 忠心就是你忠心做了你應該做的事 好了 侍奉人緣的生命 馬帝九章十三節 我喜愛蓮淑 不喜愛祭祭 神喜歡蓮淑 蓮淑是怎樣 見到人的心就憐憫他 在你周圍住的人 有沒有未信耶穌的 心就憐憫他 就問神 神我何時用甚麼方法向祂傳呼 我怎樣跟祂建立關係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可以逐步建立關係 是逐步影響的 這個需要用心去思想和問神 可以做到甚麼 但這個來源是憐憫的 見到那些人未信主 其實有些人住在屋邨 有很多街坊行走去 有時你看得多都記得的 作為基督徒 我們學一件事 試試跟人打招呼 尤其那些人有小朋友 或者帶一隻狗 你可以跟他們講關一隻狗 或者小朋友 是不是 總之凡是一個人 他有的東西 譬如他拿著球棒 你就跟他說打球 你又說我不打 你打甚麼球 就是跟他聊聊天 你聊聊天 慢慢你就可以下一步 有機會跟他聊 如果見到有些人不開心 或者他身體有健康問題 你就跟他聊聊天 不用想著第一次 就立刻跟他傳呼 你記得他 你就開始跟他聊天 這樣就是有憐憫的心 做得到嗎 是不是很難做 不是很難做 不過是肯定做 還有很憐憫的心 我希望大家都有這個習慣 在你周圍的人 你去逛街 你見到這些人 你都跟他聊天 甚至有些人不在你的屋住 你走到某些地方 你見到有人 是有辛苦 找路 找路 你是不是在找路 你想去哪裏 然後你就告訴他 你聽到耶穌很好的 你找路 你未必有機會再見到他 你就在那個機會 你就分享給他聽 我經歷到耶穌的甚麼工作 這個都是在隨時隨地 大家會這樣想 或者那個經紀 跟你賣甚麼燕疏 你又跟他聊 總之有甚麼人接觸 凡是有機會跟他聊天 尤其是有些店舖 你經常去的 他習慣了 認識那些售貨員 你都可以跟他說幾句 這樣的時候 我們慢慢可以影響他 這就是憐憫的心 師父人員很重要的生命 就是憐憫的心 不只是做師父 是他心裏有關心人的心 我感謝神 神給我這個感動 在若干年之前 開始用Youtube 大家上網找葉穆斯 在Facebook找葉穆斯 你會見到我很多的影片 因為我放這些影片 有很多人找我的 不同的人找我 這都是你們可以做的事 這都是一個現代的時代 可以用的方法 大家有些 譬如你的喜好 你可以自己放上網 然後後面就 講關於耶穌多好 譬如你喜歡煮甚麼菜 你喜歡積冷衣 你清潔的時候 有甚麼心得 你自己幫自己的身體 或是幫自己的情緒 有甚麼心得 你都可以放在網上 當你有憐憫的心 我們每個人都可以憐憫人 因為世界上的人 是沉淪的 是很慘的 而大部分基督徒 在很多教會 大部分基督徒 是每個星期上教堂 如果我們每個人都影響的人 是否會影響很大 其實一定可以 如果你不懂得開一個YouTube 或者Facebook的戶口 你可以問中間有些認識的人 或者你問我 如果你任何一個你想的時候 都可以成為一個祝福人的媒介 這就是憐憫 我想找方法幫人 尤其有些人經歷聖靈更多 你分享 真的經歷到喜樂 真的經歷到力量 生命改變 重擔釋放 我們希望我們都有憐憫的心 即是甚麼時候都接觸人 都在祈禱 神啊 我用甚麼方法跟祂談 大家有沒有這個心 神喜愛的 神喜愛憐憫 譬如你的家人 怎樣跟祂談 怎樣跟祂說歸耶穌 是有時會不受歡迎的 有些人會喜歡的 不過我們都是因為有憐憫的心 我們會去做 而由於事奉的人 更加是有憐憫的人 憐憫的人是怎樣 我們一起讀一下 由左邊讀起 感激神怎有憐憫我們 首先感激祂 第二 感受別人的困難痛苦 思想怎又去憐憫祝福 放下自卑害羞 懇怕不關心 聆聽關心實際行動 就是我們想想怎樣去幫祂 然後他就放下自卑 因為很多人不敢去幫人 不敢把影片放在網上 因為為甚麼呢 覺得自卑 我這麼卑微 我可以做到甚麼呢 每一個信耶穌的人 是不是卑微的 不是卑微的了 本來是卑微 但已經不是卑微 我們每一個都有尊貴的身份 每一個都可以給神用 就是我們的心願 其實這裏就講到 五千 二千 一千兩銀子 有些人就是埋藏在地裏 就是他覺得我太卑微了 他就把他的恩賜 埋藏在地裏 大家可不可以開始去做 有幾天願意開始 試試找方法去傳福音 包括可以用WhatsApp WhatsApp 都可以的 WhatsApp 其實經常有人傳 有時傳一些聚會 有時傳一些見證 亦都可以用YouTube Facebook 都可以的 或者你跟街坊聊天 有幾個想開始憐憫這些人 有幾個願意的 希望你真實際去做 而有些不敢舉手的 你就問問自己 那些恩賜埋藏 有些人就說 等到我處理生命了 可能等很久 因為有些人 他經常停留在困難那裏 當我們看自己的困難 我們一定有困難 但我們都會看 神會用我的 我只要我願意 我就有能力 不是我們的能力 是我們願意 我試過見過一些人 他本身 都不是強的肌肉奴 但他為人祈禱 那些人會經歷聖靈 因為是神用他 當你的心願意 有憐憫的心 神就會用你 不要想著 要很厲害的人才能用得 大家都可以用得 有時我見到人 我就會跟他說 我說你願意我為你祈禱 即時我在飛機場 在路邊 在商場 我就即時為人祈禱 他願意的話 有些人就不祈禱 不過我有些人祈禱 走到一旁 他就祈禱 我也試過在三不識七的情況 為人祈禱 次數很多次 我希望大家都有憐憫的心 我希望大家都有憐憫的心 好了 還有我們侍奉人的心裡的善良質素 是否在善人從他心裡所傳的善 就發出善來 惡人從他心裡所傳的惡 就發出惡樂 因為心裡所充滿的口裡就說出來 因為侍奉人原來很重要 就是他裡面是正面的 是不容許垃圾停留在那裡 但有很多標途是習慣垃圾的 他不覺得是垃圾 為什麼呢 一起來不開心 不覺得是垃圾 不知道是垃圾 很煩 不知道這些是垃圾 那些人對我這麼好 即是覺得這是天公地道 正常人的方式就是 哎呀很煩啊不開心 我想大家明白的就是 我們天徒一起來 我們可以感謝神 那我們就思想正面了 否則我們的思想就負面 經常都說不行啊 沒有能力啊 我希望大家心裡所傳的 一個侍奉人員很重要 就是心裡傳了一個正面的心態 我去祝福人 我有問題不要緊 求主幫助我們 我們不是要等到問題解決完 我們才可以給神用的 我們總之願意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開始給神用了 還有呢好像耶穌那樣 柔和謙卑 赴耶穌的鞭 學耶穌的樣式 這樣的時候呢 我們心裡就必得向安息 我們就能夠進入更高層次的喜樂 和輕省 你想要更加輕省嗎 就是你有耶穌的心 柔和謙卑 不要緊的 什麼事發生 神都會保護我 祝福我的 耶穌吩咐我做 我就會做 並且呢 我願意學耶穌的生命 那耶穌是怎樣呢 耶穌是很溫柔的 祂很謙卑服侍我們 所以我們父主的 握學耶穌的樣式 我們的靈魂裡面就享安息了 我們的人就越來越安息 不要只想我處理生命 而是我親近神 做神的事 我心裡就會輕省了 我們更多關心人 和聆聽人 就是我們周圍的人 我們的朋友 同事上班 上班 上班有些同事 不是那麼好的 他有時候很懶惰的 很多人就會 他懶惰 又不喜歡他 或者有時候會懶惰他 但是我們作為基督徒 我們學一件事 或者家人很懶惰 那我們就說 我知道你的心不開心 就是感受他的感覺 你跟我說的 我知道你不開心 或者我們說 對不起我令你不開心 或者有人令你不開心 或者有人令你不開心 我知道你很辛苦 就是我們有時候 不用說很多 就是我知道 我知道你不開心 我們不是跟他解決 也不用告訴他 跟他解釋那些事情 只是說 我知道你有些不開心 有些人給你壓力 他覺得 這個人感受到我的感覺 他就會更加信任 所以我們能夠 隨時留意人的感覺 回應人的感覺 就可以建立到關係 周圍的人 你的家人 有時候覺得他很煩 因為他很懶惰 他不開心 我們就覺得他很煩 但是我們用另一角度 我知道你不開心 這件事 又可以說容易 又可以說難 為什麼容易呢 其實一個傷心的人 一個困難的人 你就說 我知道你很困難 我知道你面對的事情很難 他其實會覺得開心 就算他不反應 他沒有什麼反應 他的心也會覺得 你知道我受苦 我們知道人受苦 他是開心的 我想問你 如果你剛剛被人欺負完 有個人跟你說 我知道你不開心 我們不用去跟他說 那個人真是衰 真是衰 這就變成閒話 我不需要這樣說 但我只要說 我知道你不開心 如果你不開心 有人說 我知道你不開心 你的感覺會怎樣 會舒服 我們這樣做的時候 人們會舒服 我希望大家 今次說的事奉人緣 不要想著只是組長 而是我們每一個都可以成為事奉人緣 我們就關心人 聆聽人的手 聆聽他 有時候他很煩 我們就聽他說 內心聽他說 他是會歡喜的 還有牧羊的心 牧羊的心 有什麼意思呢 很多人在教堂 他們是不清楚他的得救 第二 他不懂得成長 不懂得討告 他心裡有很多煩惱 在教堂是有這樣的人 在我初信主 神就給我這個心 我初信主 我就從很多人傳呼聲 然後我有一天 神就給我這個意念 當時我不知道是神給我 只是我覺得我有這個意念 我就說 其實教堂的人 是不是個個都清楚得救 他們和神關係是怎樣的 是否他們真的信神是真 我就去問他們 我發覺很多個都不是 在團契有些人 比我長久 他說我也不肯定 我就特意早些回去團契 然後遲些離開 跟那些人聊天 有時候陪著他回家的路 陪著他去某處我才回家 神就給我這個心 那時候我還未是牧師 但我已經有這個心 我很想幫那些人 這就是牧羊 牧羊就是 每一個人都需要牧羊 不是個個都一定 有時候未必有組長跟進他 有些人也是難跟進的 但如果我們關心人的時候 你開始認識的人 但有些人說很難開口說這些事情 怎麼開口說呢 怎麼開口說呢 其實有時候你可以 分享少少你自己 來到這個教堂的感覺 和那個人 即終於回來教堂的感覺 你分享的時候 你就看看他的什麼反應 你又可以問他 不如你又說說你的見證 我聽吧 或者說有些什麼 我可以為你祈禱 這些都是一些可以的方法 我們跟他連吻他 神就喜歡 當你連吻他 牧羊他 神就喜歡 我們一起讀 比特前書五章二節 牧羊在你們中間的神的困養 按照神的指意 照顧他們 不是出於勉強 乃是出於甘心 又不是因為貪財 乃是出於樂意 就是說牧羊在你們中間神的困養 這裏說到是牧者 但其實不只是牧者 因為耶穌說到 你們要去使萬名壯門徒 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 然後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 什麼 教訓他們遵守 就是每個基督徒都有這個責任 不只是牧者 我們都幫助他們去跟從神的路 這個就是牧羊 即每個基督徒 不只是傳福音 牧羊都是很重要 因為如果基督徒 由軟弱變成剛強 是非常好的 我歡迎大家 你有靈性的需要 你找我 我是樂意幫你的 即有些人 就是閒聊 在WhatsApp 就是 早安 晚安 你好嗎 新年快樂 即那些你就可以免的 和我做免的 因為實際上很多侍奉人員 都會覺得太忙了 但你有實際的需要 你可以找我 我是不介意 其實整天都有人找我 整天都有人說 他的需要給我聽 我都會處理 那當然我的時間有限 我就 即有些人我會在聚會中間的時間去幫助他 那我有這個心 即我看到人就想幫 我希望大家都有這個心 那我希望大家都有這個心 你覺得在教會中 有些人觀察到 你覺得他 是可能 未必很認識耶穌 或者可能有些煩惱 大家能否觀察到 會觀察到 你願不願意去關心一下這些人 你有幾個願意去受 那就是轉一下 我希望這麼多人願意 如果你未願意的 你不要說 我不行的 我不行的 我做不到的 其實有時候 你和他一起坐都可以 和他一起坐 即是和他聊天 他來到的時候 開心見到你 來到聚會 和他認識一下 然後一起坐 都是一個建立關係的方法 OK 好了 牧養人是怎樣呢 我們一起讀一下 從心底 憐憫人 關心人 接納人的軟弱 有耐性幫助人 幫助人整個生命 欣賞人的進步 輔助人成長 提升生命去高層次 這個講到不同層次的幫助 第一就是 從心底憐憫人 關心他 然後接納人的軟弱 人有軟弱的 所以我們去扶持軟弱的 他有軟弱的 有耐性 因為有些人幫助很久都不可以 我有耐性去幫助他 就算他需要很多次的幫助 但是我們幫助他 未那麼快改變 但是我已經做的耶穌歡喜 每一次我做耶穌都會歡喜 然後逐步提升 幫助他整個生命 什麼叫整個生命 他祈禱的生命 和神的關係 信心 他有沒有處理他的負面情緒 他的思想 人際關係 他做工 他和家庭 他人整個生命 有沒有方向 還有他的事奉 可否提升 這些全部都可以提升 如果我當有機會和人聊天 我都會逐步逐步去幫助這個人 然後他的進步就欣賞他 這件事其實很有效的 譬如你見到那個人 經常回來 你可以稱讚他 你真是好 你經常回來 你很有熱心 你又祈禱很投入 這樣的時候他會覺得怎樣 舒服 舒服和被鼓勵 其實我們可以這樣做 就算祖長傳道人 牧師你都可以鼓勵他 很欣賞你的心態 很欣賞你的事奉 很欣賞你的努力 也都是鼓勵他 聖經有沒有說到 鼓勵傳道人 你會有特別賞賜 大家記不記得這個經文嗎 馬太十章 那裡講到什麼 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賞賜 接待義人必得義人所得的賞賜 有些人說我又找不到先知找到義人 接著耶穌就說 無論何人 因為門徒的名指派 一杯優水給這小子裡的一個賞 我實在告訴你們 這人不能不能上賜 耶穌說 首先先知 先知找不到 或者牧師傳道 找不到義人 義人都找到小子 行不行 耶穌說原來你做在任何一個人身受 你就做在耶穌身受 現在這樣 你接待先知得先知的賞賜 抵不抵啊 好抵啊 接待牧師得牧師的賞賜 抵不抵啊 接待祖長得祖長得祖長的賞賜 好抵啊 所以鼓勵人欣賞人 當然你不是牧養的牧師 但是你鼓勵他 你也是扶持他 加力給他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夠欣賞人的進步 有時候有些人需要輔助 還有有些人提升 任何人想侍奉 我是最想幫的 我最想幫的是什麼呢 想侍奉的人 因為我的神給我的呼召 就是訓練人侍奉神 當你想侍奉 但是你不懂得如何侍奉 或者你不懂得如何進步 你可以告訴我 可以幫你 有些人是個別幫 有些人是個別幫他如何侍奉的 如果你願意的話 我是樂意這樣做 還有我每逢禮拜日下 除了第一個禮拜 我都有侍奉操練課程 是操練的 操練 我們明天就會操練 講見證的 就是會有人執 有人帶著你怎樣去講 得更加好 你講完之後我會回應 都是我們會有心想提升每一個人 你有心侍奉 我是很樂意幫 我去到很多國家 我都是去幫人的 我剛剛收到一個國家 其實神會開路 當我們走到神的路 神會開路 我剛剛收到一個國家 有一個電視台的福音節目 在那個地區有一個最大教會 他聯絡我 他說你可不可以來我們到侍奉 我說你怎樣認識我 他說我看到你的影片 你去坦桑尼亞 其實我還有很多其他影片 他說你去那裡 我很想邀請你來 我說現在我寫了一本書 我寫完我就會來 我就會安排 因為那個國家是一個困難的國家 是一個受迫白的基督徒的國家 而他們是很自由的 全都福音我問他 你有很自由的 還有安不安全 他說我們跟政府的關係很好 所以他們保護我們 所以沒有問題 我感謝神 神會開路的 你聽說神就會開路 我希望大家都能夠有這個心 就是牧養人的心 神就會起越了 還有神給我的意念就是 土神起越是不難的 一起說 土神起越是不難的 將我大力的說 再說一次 土神起越是不難的 為什麼不難呢 因為聖經說了 一起讀 犯了罪求主赦免 神就起越 神就起越 真心討告 神就起越 真心愛主 神就起越 吸一小子一杯涼水 神就起越 只要是什麼呢 出自真心 神就起越 然後主稱讚 就是真心去做 我願意去做 神就起越 其實聖經說 神是起越任何小事 因為他說明一杯涼水 而且說得很清楚 就是你尋求神就尋見 你扣門就給你開門 聖經說到 只要你嘗試 神就歡喜 耶穌會說 你要戴多少水 耶穌會才上次來 沒有 耶穌會說 你做了一個小子身上 最簡單的 神都歡喜 大家會不會說 如果這樣我也會做 而且做完之後 聖經說到什麼 今生得百倍 來世得永生 好不好 抵不抵 而且神喜歡你 是很抵 因為神喜歡你 什麼好東西都給你 神什麼好東西都給你 其實在網上 都有不同的人 因為我有兩個人 訓練了他 做宣教士 教導我們的教導 他們就跟我聯絡 他說很多人想聽這些教導 聽完是很歡喜 希望你快點來 其實神為我開過路 我去不了那麼多 但我會陸續去 就是說原來我們有心 祝福人的時候 周圍的人都會歡喜 我希望大家都說 我都想給神用 都可以去幫人 尤其我們中間有些人 是退休的 或者你的時間比較自由的 你想去宣教 我去 有時去 長的那些 有時十天 短的那些可能一兩天 如果是東南亞 也可以一兩天 你有些有心想去 都可以去 十天那些去不了 你可以有一個方法 你去兩三天 跟著你乘飛機回來就可以 如果願意去看看的時候 你就看到很多地方很需要幫助 那些人也很開心我們幫助 因為他們說 當數牧師去做什麼呢 就是帶聚會 帶完聚會就離開了 很少是訓練 但是神給我託父是訓練 因為那些人訓練了 他們就給神用了 不只是帶聚會 好了 很重要就是說 我們討神起 不是討人的歡喜 有時人未必歡喜人 有些人未必喜歡的 不要緊 但是我們盡量都討人歡喜 盡量 即不是故意要令人歡喜 是盡量 但是他不喜歡的時候 我們都沒辦法 《九雷太書》一章十節 我現在是要得人的心呢 還是要得神的心呢 我喜事討人的喜歡呢 若認是討人的喜歡 我就一事非督一目人鳥 這裡他講到我是否討人的喜歡 意思就是這樣 如果我單是想討人喜歡的仇 這就不是基督的仇 但是我們事奉的仇 是不是都想人歡喜快樂 我們不是想令到 每個人都苦口苦面 地離開聚會 我們不是想這樣 但是我們做的過程 有時我們走神的路 有些人不喜歡 我們都依然去做 但是我們都盡量化解 譬如有些人不接受我 我盡量化解 盡量用柔和的心 用一個溫柔的心去處理任何問題 這樣的時候 我一方面 我是盡量令人歡喜 但我最主要是討人歡喜 有時有些情況 我做的未必有人喜歡的 但是我都照樣去做 神又感動我 即是神一直感動我 神一直感動我 就算在香港 神也感動我 做一些其他的事 因為神有祂的方法 有祂的途徑 當我這樣去 譬如我剛才講到 有人有個宗派 想我寫《輕鬆德性》的時候 是神感動我 有這個心 我覺得神給我這些教導是很好 我就跟一個宗派講到 我可以在他們的宗派 因為我以前也是一個宗派 可以在那裡去教導 我就傳給會長兩個文件 他看完 就傳給他們的文字簿 他就叫我 去把那本書印出來 即是說 神又感動我 為我開路 神都會為你開路 你聽話 神就為你開路 你討神福 你神就開路 現在我的教導是白白給你們 可以回去看看 看得熟悉 然後教人 然後幫人 自己處理 然後幫人 神就喜悅了 因為我很多教導 真的有很多年來的經驗 大家可以白白得到 很快得到 每一次得到 其實就算這個教導 討神歡喜是很容易的 不是很容易到你睡覺都可以 而是說 總之你嘗試去做 你真心去做 神的歡喜 這個教導都不是這麼多人說的 不是這麼多人說的 很多人都說 你要做多一點做多一點 很少說 你做這件事 很欣賞你 你真的做得好 很少人會這樣 因為他多數是數你 看看你夠不夠多 其實是小小的 譬如我們看到有人 他關心人 他會接待那些新來的人 跟他聊天 我們就過去 過後跟他說 你真是很好 我看到你關心人 我們欣賞他 可以嗎 希望大家都開始這樣做 好了 而很重要就是 動力從神而來 動力不是從人而來 有些人是這樣的 有些人覺得有人接下去 他就很歡喜 有些人都跟我說 有些人都跟我說 有些人跟我說 他說 你將來成為一個偉大的人 就是他有先知性的言語 你會祝福很多人 他就很歡喜 但他經常都要等這些人 就是有人去鼓勵他 他就會很歡喜 但其實神已經說 你做甚麼是討神 神都會歡喜 神就會提升你的 所以我們不需要等人 去給我們動力 我們自己可以得動力 我們親近神 神一定會歡喜 我做甚麼是神都會歡喜 這裏說到 耶穌猜派的梅道出去 兩個兩個出去 就是神給我們動力 給神去用的 而遵從神的動力 是甚麼呢 一起讀一下 神極愛我 珍惜自己 犯罪必破壞 遵從欺瞞覆 很簡單 四點而已 我希望大家會記得 我們的動力 為甚麼 為甚麼我會 其實我每天去享受一下 玩一下 為甚麼 由早到晚寫東西 我真的由早到晚寫東西 除了我運動 或是我太太去旅行之外 我真的經常做事 為甚麼我要這樣做呢 就是這四個原因 大家一起再做一次 神極愛我 珍惜自己 犯罪的破壞 遵從的無法 就是說 神很愛我們 他的愛很大 第二 我的生命很寶貴 你跟別人說 你的生命很寶貴 你的生命很寶貴 你不要浪費了它 不要浪費了你的命 我想問大家 你會把銀包扔到鹹水海嗎 會不會 會不會 有時他有人在旺角去扔銀子 不過警察都說他 他扔到海 總之他走去沒有人的地方 他扔就沒有人理會他 但沒有人會扔錢 不過那個人多賤頭 他想扔錢 好了 大家不會扔錢 但很多人會扔他的命 什麼是扔他的命 他不是自殺 他是浪費了他的命 我的命是用什麼做的呢 是用時間做的 為什麼用時間做呢 我們每天怎麼用 就是我們的生命 是不是 我們怎麼用 我們的生命就是 用時間就是我們的生命 如果你每天看電視 你的生命就是看電視 你的生命就是 你每天就是 你的生命就是 但是你說 神啊 我的生命很寶貴 我可以祝福很多人 我可以給神用的 這樣的時候 我們的生命就成為寶貴了 真是金銀補石 最寶貴的 好了 又跟著相反 就是犯罪一定的破壞 犯罪包括什麼呢 浪費生命都是犯罪 浪費生命 跟著呢 遵從 去服侍去祝福人 一定蒙福 神寶貴了你的時候 神會不會收了一些好東西 不給你呢 耶穌說什麼 神說什麼 神說什麼 神為愛他的人所預備的是什麼 眼睛未曾看見 耳朵未曾聽見 人心也未曾想過 好到不得了的 你 你有沒有收過驚喜的禮物 驚喜的禮物 都是好禮物 不過那些禮物大跌都不會一間屋 很少人說 我有一個驚喜禮物給你 送一間大屋給你 會不會 比較少 但是神給的 是不是一間屋 是比一間屋更大 果然我在天上永遠 和在地上 神都祝福 是不是很多 所以我們就說 神啊 我為你做任何小事 神就歡喜 只要你有心 但重點不是你做到多少 是你今天開始有心 我看到人就關心他 跟他聊聊天 跟他一起坐 去問候他 分享一下自己 分享自己 不要分享很長 而且不要慢慢分享自己的煩惱 有些人就是這樣 一見人就說 唉呀 我又被人欺負了 唉呀又被人罵了 我真的很不開心 我經常找人說 說這些話 沒有人喜歡聽的 事都是這樣 但我們見到這樣的人 我們要幫他 但是一個這樣的人 他是很難有好的朋友 因為他只是掃苦 他裡面只是裝了苦水 苦人從他心裡所傳的苦 就發出苦來 他裡面全部都是苦毒 全部都是辛苦 其實是個心態 是個心態 苦的人 如果看到神的恩典 我有神幫助我 我不用那麼苦 他就可以開始不用那麼苦 他當我開始處理 神就歡喜了 他處理神就歡喜 而我們開始去祝福人 神就歡喜 我希望呢 我今天講的令到大家 原來我真的為神做任何小事 神都歡喜 所以神那麼愛我 我生命那麼寶貴 而我犯罪就破壞 我不用就破壞 但是我遵從我用 神就歡喜了 就是我的動力 為何我會想一路做下去呢 我自己呢 到我即使臨死 如果有人來到我床邊 我都不會這樣 我好慘好辛苦 好累了 就算我好累 我都會說 耶穌祝福你 我現在有點累了 我現在不跟你聊 耶穌祝福你 為你祈禱 或者耶穌 就是兩句 耶穌祝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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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基督祝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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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永远无福的 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 我希望大家反思一下自己 有什么难助我们向前去呢? 为什么我们这么难向前去给神用呢? 或者是我们有没有去得更多呢? 我会讲不同层次的事物 第一个层次就是关心人 问后跟他聊天 问到他有什么需要 为他祷告 关心他 下个星期回来问他如何 这是第一个可以做的 第二个可以做在你周围的人 跟他建立关系 向他传呼吸 再一步就是建立基督徒的生命 有些基督徒 你说他都挺好的 他挺好的就在他身上学 大家沟通 大家联络一下 大家聊天 譬如他说 我很开心思奉神 那你说 为什么你这么开心思奉神 你告诉我 总是跟别人联系 由他做的时候 你说欣赏你 我欣赏你 你为神做的 鼓励那些干强的人 从他身上学习 而那些软弱的人 他说 我都是没什么力的 我就可以问他 有什么我可以对你有帮助呢? 有什么我可以给你有鼓励呢? 我为你祷告好不好呢? 就是我们总可以建立人的生命 然后下一步 就可能参与做组长 帮你的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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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心你的组员 因为小组是一个好的机会 当你愿意跟两个组长说 组长我都想关心那些组员 组长一时说 很好 我欢迎你 因为组长都很想找多些人 去关心人 那你说我愿意 这就是你可以开始做 你做一做一做 你能帮到一个人 你就开始懂得帮两个 帮三个 在我所负责的聚会 例如在明天的事务操练课程 我都是给人有心的 我给人有机会 我给人有机会 去辅导人 为人祷告 就是我给人有机会 去服侍 例如明天 我们给人有机会 去分享 我帮他怎么分享得那么好 下一步怎么跟人沟通 每一样东西都会帮助 就是我有这个心 很想提升大家 当你懂得帮别人 慢慢你可以教导 但你说我没有机会教导 我告诉你 有什么机会 有时我去一些 星期日上午 我有去宣教 很近的 有时我去另一些聚会 你有心理告诉我 我可以给你机会 去分享 你开始做一做一做 你就会有经验 有经验 例如在教会 教会每次都有人愿意分享 都可以跟教会 安排 这些都是一些 我们可以参与的事奉 然后再下一步 你可以去训练人 例如老人院有些欢迎你 你去唱歌 和他讲福音 有些老人院是欢迎的 这是一个很好的操练的机会 你做惯了 你去街上 找几个人一起唱歌 有些人要走过来 有些人有空过头 走过来 你和他聊聊天 是可以使用我们的生命 大家听完会不会觉得 我可以一步步给神提醒 可不可以 是可以的 但很多基督徒怎么有呢 大脆说 说就大脆 做就做不到 其实他的能力已经很足够 他已经懂很多圣经 他已经懂得怎么帮人 不过他眼睛是不敢帮人 你便踏出 你和隔壁那个说一下 有机会我们互相沟通一下 好吗 或者你鼓励我 或者我鼓励你 好吗 你和隔壁那个说 你记得他是谁 你下次找他 跟他聊天 这就是可以开始影响人 哈利路亚 有几个你想 你觉得你可以的 你愿意的 你听完我说你愿意的 他说我愿意 我愿意 我愿意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感谢耶稣 感谢耶稣 一会儿我们会有 服侍祷告时间 但是祷告时间 目的是什么呢 那些人每次都是这样的 今次又希望 服侍又释放些 下个星期又释放些 其实我告诉你 你亲近神 相信神爱你 还有处理生命 你自然释放了 一步步释放了 不用想着 哎呀 这个星期释放 上个星期释放多些 今个星期不够 释放多些 要多些 要多些 整天都是要释放 我希望大家的心 是什么呢 我想有圣灵的因果 圣灵的能力 当你有圣灵的能力 就是你投入祷告的时候 你可以为人祷告 去老人院为人祷告 在你周围的邻居 为人祷告 为你的家人祷告 你会有能力 你首先可能找几个基督 一起操练一下 你都在有些罪位可以操练一下 操练一下的时候 你就可以给神用了 好不好 好吗 好 其实很重要的是 圣灵恩高 就是你的心爱慕神 相信神在爱你 欢喜你 耶稣在爱我 谢谢耶稣 整个人放松了 整个心灵 喜欢神 你慢慢有圣灵的能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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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